观察市场行为,品味多工变化,大刀之简,财富展面 大家好,欢迎来到JBCrypto频道 目前比特币已经突破了大周期的相当局限 多次触及 1,2,3,4,5 5个触点,目前已经被突破了 所以目前的位置能看多吗? 还是能做空呢? 好,他有非常重要的话题 那如果你是第一张的视频,你点击我们的影片订阅链接 加上社群,一些分析内容,一些关于我们说到里面 OK,非常重要 好,我们带过 当前位置怎么解读 已经脱去线 什么需要了解啊? 目前来讲呢 看多角度 现在看多了 看多来说,没什么问题吗? 如果说你看多的 看多角度怎么思考呢? 目前脱去线,你看 非常有效去线 脱过之后呢,我们看一下 当前位置如果从最高点 波浪最高点拉下来 拉到最低 它的三发回撤呢 是大概2,320左右 这样的位置 好,所以这里呢 会构成一个前来阻力区 同时什么?我们看一下 也画过了 我们看张图 我们其实也画过啊 就是说 它其实有一个 雄奇通道嘛 目前来讲,你看 有两次推动 目前是第三次 第三次已经快要推破前高了 好,当前的位置呢 接运破前高的位置 能做空吗? 好,我建议等待啊 如果你是要做空的 建议等待在 我们讲过的这个 白圈的位置 上次影片有讲过 这个位置 同时是我们这个 什么星呢? 我们这个蓝色雄奇通道 和红色的 这个水平土地区 这个交叉的位置 这个位置如果出现一些 预阻明显信号 那介入 这个位置呢 估计啊 没有实在这个位置是 不会下跌的 所以主要还是关注到我们这个 这一个 哪个啊 我们这个雄奇通道的一个上边界 大概两万三附近 同时和我们这个水平位呢 做个重合 两万三上下 一来个点吧 这附近 大概二万三到二万三千三左右 这样的时间 如果出现压制 再做空 如果没出现的话呢 就不做嘛 对不对 故事来讲呢 比特币已经突破了 原本局限 有一个强势迹象 如果呢 顺势强势的突破 这个蓝色雄奇高点啊 那趋势大概就延续啊 多头继续不延续 看一下 短级别转多头 那这里呢 看到我们今天其实讲过一些重点 你说这里 多头具备雏形吗 低点抬高 高点抬高 我们原本讲过了 那如果突破趋势线的话呢 看到两万三 两万三如果出现 供应放大 并且跌破二万二千五 那空头延续 走 否则走势 那如果说 来到这样的一个高点 两万三附近 再一次突破的话呢 那大概里去下继续延续了 所以目前回到这样一个计划 当前的位置的话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看下这样的位置 在雄奇通向顶部 如果说 他能够发展突破 突破的话 那高点怎么看 会参考到我们上方一些阻力区 讲过了 这里吗 二三二零零 还有二万五 都是我们一些其他阻力区 这里方需要注意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我们在这样一个 多空的转列点呢 我们是需要被突破的 如果说没有突破 那一样 趋势还是会延续下跌的 好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这里 下跌 玉土下跌了 那趋势的话 我们一样走这个熊 熊奇通道 怎么走 一样走我们这样的熊奇 对不对 因为我们目前是有一个蓝色熊奇 目前的话 非常明显的 它是有一个震荡的 对不对 震荡上行 震荡上行 目前来到上面远 接近处就上面远 如果出现预阻信号的话 可以做空 这是非凡好的一个机会 当然如果没有出现 做空信号 而是直接突破的话 那就是多头去延续 短级别多头延续 所以目前来讲 这个地方交易是有多解性的 肯定是有用看多的看空的 所以目前当然全部是非常关键 突破局限目前来讲 已经突破了 所以会比较看多 这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后续呢 后续在上方遇阻 出现明显阻碍 比如说突破了二万千五 上波之后呢 在二万三附近遇阻了 那它会是看空的机会 所以这里的话呢 会在高位这里做一个区分 你说在这个白色圈圈的内部啊 我们去观察 如果说它是没有出现空头信号 而是快速的突破 那它将来到更高的位置 好 那如果说它怎样 预阻了 这边构成一个区间 并且下破 下破区间 那它会是一个看空的一个转捩点 你说它在延续走这样一个什么好像 走延续性的 走了我们这个雄旗通道 蓝色雄旗看 目前来讲 非常工整 处点一二 上面有三个处点 一二三 目前是第四次将即将触及到上方的一个阻力区 所以如果说触及到的话 需要关注它的一个预阻情况 如果说下跌回落的话 那么需要关注这样的一个阻力区 它是否有一个预阻性号 大概就是两三 也是我们前方这边的高点 对不对 我们前方这里是有阻力区的 这边有阻力区 还没变验证过 如果说价格触及到该位置 并且能出现供应增强 然后呢 跌破了22,490的位置 那会是看空的机会 好 但关键 目前突破局限的一个量能 没有说特别特别强 所以 其实走这样一个蓝色熊蚀的延续 其实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不要有一个行情 主观看多看空的一个 僵化思想 我们还是需要随时应对 盘面那些更迭变化 好 当前位置呢 如果问我 当前位置看多看空 还是比较看多的 为什么 因为突破局限嘛 突破是不正的事实 突破了 但如果后续呢 在这里 出现运阻型号 比如这里 上破 没有成功又下破的话 那他就会是看空的信号 所以一样回来我们这个图形了 在当前位置 蓝阳三附近 如果说无法突破 构成下跌的话 那蓝阳三附近 就是个开空分好的机会了 分好的机会 好 所以重点去关注这样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二万二千五 这个前高点附近的一个 预阻情况 好 这里话 非常关键 好 所以一样分成这样的一个 绿色和 红色这样一个 区别 应该怎么做探讨 好 就是看这里的一个供需情况 如果说供应增强 并且再次 比如说 怎么样呢 假设 我们再讲好了 比如说 我们这里 上破的高点 上破来到阻力区 然后盘整 盘整一下之后 又下破了 或者说 不管走什么形态 比如这边走一个形态 试探阻力区 下破 不管走哪一种 只要呢 他在这里遇到阻碍 然后下破的话 那就是看空机会 为什么 你看 他等于是说 验证阻力区 然后又下跌 阻力区是两位三 前高二万二千四百九 突破之后呢 再站了一个关键阻力区 蓝色的 雄旗通道顶部 和这样的一个水平压力位 如果说 遇阻了 下跌了 跌不下来 那他这边就是开空机会吗 哪里开空 跌破二万千五 就是开空机会 他同时验证什么 验证了雄旗通道的一个顶部 雄旗通道顶部 看这里 和水平阻力区 的一个交叉的一个阻力区 所以非常关键 如果说遇阻了 那他会开空的机会 OK非常非常关键 需要注意 好 那当然 如果说他能顺势的 整个突破 突破 两万三 突破红色阻力区 那大概率 至少上都真空区 看这边都真空的 真空区突破了 那交叉到哪边 就要再一个民估了 很可能会去试探到前方低点 两万五附近 都是有机会的 这一番关键 它是个区域的转利点 在两万三 这是空头 至少短期 空头短期的最后一个阻力区 最后一个防守位 如果说空头这边被击溃了 那多头会持续延续 非常重要 这里建议 出现明显的信号 再去做空 没有出现的话 不去左侧摸空 好 这里的话非常关键 那以待房呢 以待房的话非常强势 跟前面讲过的一样 非常强势的突破 原本阻力区 你看 原先阻力区的高点 1280 看 放量灌破 灌破之后呢 这边经过小幅的整理 整理后再上破 目前已经来到了 最高来到哪里 14961500的位置 最大强势 以待房目前的话呢 上方的话 比他参考的位置的话 比较没有参考点 前方如果你要参考主力区的话呢 你可以参考哪边 你可以大致先参考说 他参考哪个位置 先把这边补起来 你可以参考哪个位置 这里是有主力区的 大概也是 大概1532到1400 1400多这个位置 这里是经过一段的 换手的 所以这里如果出现 玉卒信号 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也是有机会的 所以当前的位置的话 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主力区 那如果说这主力区上破了 因为这边其实不是特别强的主力区啊 因为他并没有说 他是一个筹码区间或怎么样 最强区间还是上方 1700这样位置 能不能到 不好说 当然如果你要做顺势推动的话 是可以的 短期间上的一小时来看呢 以特币是有顺势推动的一个迹象 你看这里 以下方了 踩着均线上行 上行 如果你要抓 Vegas推动的话 大概是10分钟的Vegas 好 这样抓出来的话 可以看清楚看出来 如果你抓Vegas通道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 踩着 10分钟的均线 双倍通道推动 单倍推动的一个过程 后续如果触及的话 也是可以做一个 顺势推动的一个多单的 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样的讲解非常详细 那希望你有听到我的影片内容 目前来讲呢 还是关注比特币 比特币还非常重要 目前来讲 以太坊已经没有疑问 已经完全完全突破了主地区 并且持续上涨 但比特币目前还没有 比特币目前还在纠结 目前在 接近两万三的位置呢 出现预阻信号 如果说预阻了 那我们可以考虑在附近 雄奇这个通道顶部和 水平位的一个交叉区 做空 前提是出现供应 没有出现的话呢 就不做 好 还是非常明确的 那希望 如果你喜欢的影片 希望内容的话 帮我点个赞 就是对赞的支持了 OK 好 我们下期课程见 拜拜